跳舞其實是不分性別的 就是如果你跳得好看就是好看 然後跳得開心就是開心 嘿 你今天練舞了嗎 如果還沒 沒有關係 我們先來一起練蝦圍 歡迎來到練舞練星練蝦圍 我是跟你一起練蝦圍的好朋友 Ella 在前一集我們邀請到母女的組合來到節目中 聊聊他們的舞蹈故事 延續上集的親子話題 跳舞是不分年齡不分性別 這集邀請到來賓是媽媽與兒子的組合 兒子從小到大 拿下了超過60座的冠軍獎盃 其中不少是和媽媽一同努力獲得的 歡迎潘秀麗潘潘以及她的兒子李和盧 大家好 我是潘秀麗 大家都叫我潘潘 我喜歡做學校的志工服務 喜歡舞蹈 大家好 我是李和盧 我今年國三 你們兩位誰先開始去 學舞蹈 然後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你開始去學舞 然後到現在又學了多久 我們請潘潘先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一開始是我 開始學的 是看到盧州的盧州有一位 老師在教肚比舞蹈發傳誕嘛 我的朋友看到了 就把這個資訊給我 所以去活動中去運動 那在 要去運動的時候 順便把兒子和盧啊 就把他帶過去 在運動當中 看到他在旁邊也是扭啊扭啊 跳啊跳啊 也有興趣了 就帶他跟老師一起學肚皮舞這樣子 從之前到現在 我跳 差不多10年了 那10年的當中呢 我覺得 我 有很多的收穫 第一個 健身 第二個 瘦身 第三個呢 真的 那個 硬感會變得 很好 比較進步了 這個是覺得我 收穫最多的 那妳這樣子前後10年這樣瘦了多少呢 我瘦了12公斤 妳剛剛說妳瘦 瘦12公斤嘛 那妳這樣子每個禮拜 去上課上幾堂課 我剛開始的時候是 三堂課 一週 三堂課 一週就三堂 人家不是都是從一堂開始嗎 沒有那是老師辦體驗營 都可以去參加 所以這 一個月的 免費體驗營 喔原來 原來就是因為免費體驗營 所以 開啟妳的這個 學舞的動機 對 就很努力的在跳 很開心 所以妳剛剛說妳是因為 體驗營的關係 開始了去 教室上課 然後也帶著 何盧一起去 因為當時何盧還小 不可能把他放在家裡 那他在後面看了多久之後 妳才發現他 好像蠻有興趣跟著一起跳 喔 這個是我在跳的時候 我還不知道 是我 杜比有同學 跟我講 跑過來跟我講說 他 看在我們在 在後面跳的時候 他跟著在那邊扭動 而且 而且還學我們的舞步喔 他才建議說 可不可以跟 老師 有那種國小的才藝班 去上課 結果上 跟老師上課 之後呢 他才 滿滿的進入狀況 老師又帶他去 北京比賽 是這樣的 他那時候不是才 五歲嗎 所以他就 五歲的時候就跟著 小學生一起 上才藝班 對 是這樣子的 然後學了不到半年 就帶他 去 北京比賽 對 去北京比賽 北京比賽是他第一次出國 那其實說起來我們有非常多出國的回憶耶 對啊 點點滴滴的都是在腦海中浮現 像北京比賽那一天啊 那天我們 出發本來是六點的飛機 因為颱風天 台灣跟著去的香港 所以去北京的飛機就是 一言再言 印象中非常深刻 我們那時候就是一群人 大概三四十個人吧 大大小小老老少少 就很像難民一樣 在香港機場流浪了 大概快二十個小時吧 這件事情應該也印象非常深刻 那當時 何如才幼稚園大班嘛 那你對 那他 當時有哭鬧嗎 他沒有 他乖乖的 跟著 大家在那邊等著 很有耐心 他有跟小朋友一起玩耍 所以 學生 小朋友很多 所以我們當時就是 讓小朋友就是 聚在一起 一邊練舞一邊玩樂 所以他們就不會吵鬧 對在度過這樣一天 所以隔天也蠻順利的就去比賽 何如你說你現在是 國中三年級就九年級嘛 那就是你再來要 就是面臨高中的升學壓力 那你 這麼愛跳舞你的 舞蹈課跟 學校功課你是怎麼兼顧的呢 我每週至少會練舞 兩三個小時以上 然後 可是 課業的話 因為斷考前的兩個禮拜 我會去圖書館唸書 然後練舞的時間 就會少一點點 可是還是會練 然後課業這樣子 就是兩邊都可以兼顧 然後除了肚皮舞以外 我也會在網路上 學一些 韓國的 明星 跳舞 除了舞蹈之外 我小學的時候 我也有學泰舞 後來進國中 有進入管樂團 我在管樂團裡面 是學打擊的 像是有一些 爵士鼓啊 小鼓 小樂器 或是木琴鍵盤類的 都是打擊的樂器 因為我小時候 有學鋼琴 所以後來進管樂團 學了這些木琴的 之類的 鍵盤 長得很像 然後就很順利 然後我比較喜歡 是爵士鼓 因為爵士鼓 看起來就是 真的很帥 那你 覺得學音樂 對於 跳舞這件事情 有沒有什麼幫助 或者有沒有什麼 連結性 舞蹈跟音樂 他們兩個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學音樂的話 也會幫助 在 舞蹈上的 節奏感 跟韻律感 你們家人啊 就是家裡的 爸爸 就是潘潘的先生 對於你們兩個 這麼愛跳舞 有沒有什麼看法 他們是支持的嗎 我們家人都很支持喔 像爸爸還會把那個 和如YouTube的影片啊 把它 連接到電視 大螢幕給我們 全家人坐在客廳上 一起欣賞 而且還會講 這時候是什麼 這時候是什麼道具 還知道音樂出來的時候 就知道哪一首 其實也會知道哪一首出來了 所以其實 家裡的姊姊跟爸爸 是你們兩個位的鐵粉 然後還會把你們的影片當作是電視節目一樣 大家全家坐下來一起觀賞 對啊對啊 大家一起 很和諧的很溫馨的享受那段 很 很開心的那個時光這樣子 我想要再問和如一下喔 就是同學們啊 對你就是會跳舞這件事情有沒有什麼看法 一開始在學校就有一些節日之類會表演 然後 那時候很多同學就知道 我會跳肚皮舞 然後呢 然後後來就是他們真的認識我之後 然後才發現喔 我就是在 那個舞台上跳肚皮舞的那一個人 然後就覺得 覺得很 很驚訝 然後我就覺得很 很有趣這樣子 喔他們驚訝的地方是因為你是男生跳肚皮舞嗎 還是 恩對 就是主要是男生跳肚皮舞 因為他們都覺得說肚皮舞應該是 那種女生啊 然後美美的在那邊跳舞的 但你跳出來的舞是讓他們覺得 跟想像中不太一樣是蠻有男子氣概的 對 因為我跳的舞通常會比較man一點 就是會比較陽剛一點然後就是 就是不太會那種娘娘的感覺 那所以同學們從小到從小學啊到國中他們會 就是對於說 你是男生你學肚皮舞有沒有什麼奇怪說實或是比較 負面的看法 恩其實都不會 而且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也是就是肚皮舞外交小達人 對我知道你們就是兩個一起學跳舞 一起學舞然後有一些表演的經驗甚至比賽經驗可以分享幾個比較難忘的經驗嗎 恩有喔有四五件事情是讓我非常覺得非常深刻的 恩一個是 有一次我記得 我們真的全家出動耶 那時 恩我跟何如跳親子舞 那 二姐 他的二姐 是拉大理琴 在學校 是學大理琴 那他的哥哥 是學中提琴 那姐姐也幫忙拿道具 那爸爸呢 在台下 幫我們錄影 全家就是這樣做同一件事情 那種感覺真的 也覺得很特別 而且是我們把錄影下來那是一輩子的回憶耶 真的很珍貴 所以其實像一般家庭如果他們的 爸爸媽媽或者是小朋友沒有相識或共同的興趣其實蠻難展現這個部分耶 對啊所以我很慶幸說我的孩子 都很喜歡音樂 都很喜歡音樂 所以也喜歡舞蹈 像他 他 他音樂性啊 都 都會跟姊姊一起 姊姊他們一起去分享 分享說 這個舞曲是什麼 什麼節奏 他們還會一起聊 所以這點讓我覺得很欣慰 他們在家裡就可以這樣玩起來 所以他們在家有非常多共同話題 除了不會說只有學校 功課 然後但是除了那些之外 你們還有其他興趣共同話題可以聊 姊姊她跟他們還可以四手連彈 鋼琴 都一起玩 那還有一件事情是 何如第一次 去北京比賽 那天 剛好是早上的飛機 可是遇到颱風天 一直Delay Delay到隔天 隔天才有飛機 後來趕上之後呢 又很順利的趕上那場的 的比賽 那比賽 在那幾天的行程當中 我們 跟團隊是 提早一天要回台灣 是因為 他要趕上他的 幼稚園的畢業典禮 那又在 飛機的那個時候又遇到一個情況就是 去 從 早上 5點的時候搭計程車 兩個人 到坐到了那個北京機場的時候 看到 飛機Delay了 我想說有下一班 結果 飛機坐上去之後到了香港的時候 又看到了 Delay了那時真的是慌了 因為 因為離幼稚園的那個 預定的時間 已經越來越近 就非常害怕說會趕不上 他的人生中 第一件非常重要的 畢業典禮 對啊 所以到香港的時候 飛機到香港的時候 我也不曉得 怎麼辦 後來真的遇到貴人 我看到一位航空小姐 我就問他 怎麼辦 沒有這飛機 怎麼去處理下一班 因為Delay 我小孩子要參加畢業典禮大概7點左右 在新北市盧州那邊 結果那個 航空小姐真的很好 拿了我們兩個人的護照 直接到櫃台辦理 我印象中真的不到5分鐘 10分鐘 跟我講好了 幫我發會好了 結果很順利的 那我們坐 我飛機就坐到桃園機場 爸爸也趕快來見我們 到 盧州的工學社的時候 一踏進大門的時候 聽到 大班畢業生進場 我們 板外板 和如帶到後台 他們老師已經 準備他的 那個什麼服務 畢業服把他穿上去 直接上台 真的很順利了 趕上了這場 畢業典禮 聽起來是有驚無險的一次 一次經驗 很刺激 對啊 超刺激的 你剛剛說5件事5件事情 那第3件事情是什麼 第3件事情就是 有一次他發燒 感冒有一點 就是發燒 好 那在後台 我陪伴他 剛好要換他上場的時候 一直 不舒服 想要吐 那我想說怎麼辦 再不到半分鐘就換他要跳了 那我手中剛好有餅乾 還是疼過 就一點點 晒他嘴巴 把他胸口拍一拍 跟他說 有沒有舒服一點 那你安心可以上台 他就去跳了 跳了真的 整首看下來 真的很順利 因為他下 跳完之後跟我講一句話 媽媽 我跳好了 我跟他講一句話 你好棒 剛剛說他上台前的那些都是為了要安定安撫他的心情 對 因為他可能真的不舒服 可是 把他心情安定好 讓他順順利利的上去 他覺得在舞台上就有信心了 這個我覺得 關心也是很重要 看到他的 真的是 對興趣的堅持 還有那個責任感 我真的覺得他好棒 很感動 還有 一件事情是 他國小 開學小一的時候 進去 開學第二週 校長帶他去參加記者會 他是一個公益活動 他也是 要演一場戲 這是人生他第一次演戲 他也 不懼怕的 面前有這麼多的長官 還有攝影記者 差不多十幾位 他的膽識 還有大自信心 都有發揮出來 所以這一點是讓我覺得很 對他覺得很 怎麼講 很值得喝采的事情 就是從 因為你讓他從 大概大班的時候 開始學跳舞 培養他有非常多 上台的經驗 然後他到了小學之後 面臨到 人生第一次 在這麼多 記者媒體 跟長官面前的展現 他感到不卻場 你覺得非常的開心 對啊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得的 因為孩子 從舞蹈方面去訓練 那個 那個舞台的 感覺或是魅力或是 吸引力都可以運用到很多的地方 所以他的 他的自信心就是 這樣培養出來的 好 那最後一件事情 就是我想到 他 去年 我們把他的 我把他的獎盃 冠軍獎盃 整理出來 有50支 聽起來非常 超多的 他從小到大 這樣10年左右的時間 他就已經有50支的獎盃 那他平均 一年參加幾場比賽 他參加 很多場 幾乎 總會的比賽 他每場都去參加 那這樣 對那這樣他一次都參加幾組 不然怎麼會有這麼多的獎盃 他 比較小的時候都參加 個人 一組 後來慢慢 增加又變成有 多了道具組 後來又變成 阿拉伯組 再來就是又多了親子組 所以一次就報四個 所以他從 本來是 一組 然後後來兩組 慢慢的可能三組 到五組左右 然後所以他就這樣子 很快速的累積他的 舞台經驗以及他的 成績 對啊 所以有這麼多的獎盃 整理獎盃家裡是 我 裝了好多的袋子 大袋子 動用了爸爸先生 還有哥哥 把他帶在老師教室 我們老師還有和我們三個人就 把獎盃排出來 中間獎狀排出來真的很震撼 很大型的 那到現在到今年在比賽 現在目前累積到 61個 他是有61個杜皮舞冠軍了 這是看得出 何如的努力跟他的堅持 真的很 很棒 61個真的很對 我真的很難想像說61個到底要有多大的空間才能夠擺得下這61隻 我現在就是 像去年的50隻 我先把他裝起來 還沒有打開了 上次擺完就收起來 那今年 比賽的幾場的 先排在 一個櫃子 我們一起 家人都一起欣賞 很開心 所以你們家的獎盃就像那個百貨公司換季一樣 就是 每一年你都要換 然後換新的上去 舊的就收起來到倉庫裡面 對啊 因為實在是 不曉得放哪裡 因為主要是 因為放在客廳的話 我會塵 那去擦 剛開始有擦 擦到幾隻 真的累了 真的不要擦了 所以還是 因為上次 照相錄影的關係 你收起來 我就沒有把 那50隻的冠軍 拿出來再擺了 現在擺今年的開始 何魯你從小到大 到現在學武 也大概9年10年的時間 那有沒有什麼 讓你覺得非常難忘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嗎 因為我的舞衣都是男生的 然後比較 比較難買到 所以都是媽媽自己親手縫的 然後有時候看到他晚上到很晚了很晚了 也在縫 然後有時候還會刺到手 流血之類的 然後比賽回來的時候呢 比賽回來的時候 因為小時候比較不會弄嘛 然後媽媽就會幫我用 像是手帕 然後就是把裡面的汗擦乾 然後用 用那個電風扇 然後把它吹乾 然後現在長大了 我比較會用了 所以 現在我會自己用 然後媽媽也會稍微幫忙一下 這樣子 那你現在也會 幫自己做武衣嗎 自己做武衣 那個有時候就是 因為主要還是媽媽縫 然後就是有時候我也會 縫個幾下 然後或是我會做一些設計之類的 所以你就是出一張罪的那個 然後就是 許願 許願池 然後媽媽就是像那個神燈一樣幫你完成你的願望嘛 對啊 沒錯 就媽媽 真的是 很辛苦 也很謝謝媽媽 還有其他 你的 就是讓你比較難忘 深刻的事情嗎 就有一次去表演 的時候 然後到那邊的場地 然後發現那裡的 場地是 那裡的舞台 就是一片草地 對然後 然後那個時候呢 就是 因為就是很特別 就完全沒有跳過這種 這種場地 聽起來就是跟平常我們想像中的舞台不一樣 因為平常 如果是戶外 是戶外嘛 戶外活動的話通常會搭一個台 那個台可能是木板 然後再鋪地毯之類 所以這個 場地就是直接是一個草坪嗎 對就是只是一片草坪而已 然後就是旁邊放著音響 然後就 就我要表演 然後幸好那個時候就是有準備舞鞋 然後就上去跳 然後也 就是 很順利的跳完了 聽起來如果說 在草地上 沒有穿舞鞋 也赤腳跳 聽起來是蠻危險 因為你不知道說草地裡面有沒有什麼 尖的東西呀 或者是 大便之類的 好在你們就是有幫自己多準備一些道具跟配備 對啊就是 就是剛好有準備好 除了上次草地 的表演之外 有另外一次的戶外舞台 因為那個時候剛好在 台風天的附近 然後風就是非常的大 然後那個時候我剛好是跳翅膀吧 然後那個時候沒想到這件事 所以上去跳 然後結果就是 很難操控那個道具 然後後來就知道說 知道說以後戶外的舞台 就不能拿一些 一個怕瘋的道具 像是什麼 沙巾啊 飄散啊 這種道具都不行 也是學到一次經驗 所以你那時候就是上去跳 然後整個 就是 翅膀全部包在一起 就像是一個金包銀的狀態嗎 其實就是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後來那個 後來我記得我好像也有提早把他丟掉吧 所以你當下就是 心中是靈微不亂還是非常的恐慌 想說怎麼辦怎麼辦 外表看起來是靈微不亂 然後內心是非常的慌張 然後那你後來是怎麼決定說你要提早把他 把他放下這個道具 是後來想說 趕快放下 趕快解決這件事情 還是就放手一搏隨便啊 沒有因為當下就是 就是金包銀的狀態嘛 所以就是你就是這樣包下去也是沒辦法 然後就觀眾也看不到你在跳什麼 那還不如把道具丟掉然後讓觀眾就 更能看到這支舞蹈 聽起來就是在台上也是發生不少 很有趣的事情 河魯有很多比賽經驗嘛 那有沒有人問說你們是不是想要把他 培養成舞蹈老師啊 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 這個部分是 當初讓他學跳舞的主要目的是什麼呢 我當初 讓他學跳舞是因為 覺得他跳舞怎麼那麼可愛 我覺得 而且第一點我覺得跳舞的孩子 就覺得很健康 我單純的想法是這樣子 可是一路走過來 發覺到他真的是很喜歡音樂 很喜歡舞蹈 就像有一次 在 路上走的時候 他跟我講了一句話 讓我現在印象深刻 他對著我說 媽媽 我以後要走藝術的 我以後要走藝術的 那時差不多小二的時候 我心裡就在想說 什麼是藝術你知道嗎 那時我忘了問他 後來現在想起來 他做的事情都跟藝術有關係 就是他很喜歡舞蹈 很喜歡音樂 然後他就一直往這方面努力 對 所以我覺得發現到 他 既然喜歡藝術方面 我就 讓他去發展 那 他小時候 就跟我講說 他要當杜皮舞老師 所以他現在就很認真在學習 其實讓他學跳舞一開始的目的是健康 到最後其實 後來是要培養他 對於他自己喜歡事情的堅持 對 他喜歡的興趣 他自己會去想辦法 去學習 去成長 而且他遇到困難 他會去找 怎麼去解決 的方法 還有去 他會懂得去跟人家分享 這樣這一點就覺得 值得了 對 你們兩個一起練舞的時候啊 會不會意見不合 然後意見不合的話 你們都是怎麼解決 這個 媽媽先來講一下好了 這個很有趣 我們有時意見不合的時候 我們跟他講說 這個動作大概怎樣 跟他講 有時假如比較和諧的時候 就互相示範的時候會學習 可是有時遇到 覺得好像不是那個動作 不是那個點的時候 兩個就開始好像要吵起來 可是沒有喔 到最後 收場就是很打鬧的收場 很開心 為什麼呢 都知道 都是為對方好 我們都有這個默契的 所以呢 到最後我們就 互相的切磋 什麼動作比較好 用一個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 我們會用腳架 會放那個手機把他錄下來 為什麼親子舞這個地方會不整齊 原來就是拍子 可能點 不一樣多一隻手 還是說腳踢出去的 什麼 一看錄影 很清楚 看完之後兩個都笑成一團 那何如對於媽媽剛剛的說法你有認同嗎 還是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我覺得是蠻認同的啦 因為我們真的是練舞就是開開心心啊 打打鬧鬧的這樣子 那有時候 就是我個人的有些動作嘛 然後媽媽也會在旁邊看 像是有一些劈腿啊 或是跳起來啊之類的 然後可能媽媽知道怎麼做 可是 他自己身體做不到 然後就是 然後他自己示範 然後就會做得很好笑 然後就會一起大笑這樣子 可是現在覺得那句真的很好笑 不然你來聽 所以你剛剛不是說你還有另外一種說法 另外一種說法就是說 媽媽來幫我示範一下這個動作 結果劈腿劈不下去 然後跳跳不下去 踢腿踢不上去 聽起來就是有點喜感的動作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歡樂的過程 聽起來你們有非常多就是共同的回憶 就是 對於親子一起學舞這件事有非常非常多的 好的回憶 那你們是不是 可以鼓勵更多朋友一起來 投入就是親子共學這件事情 對啊我覺得 親子一起學舞有很多的好處 就是第一個 關係越來越好 情感越來越好 還有家庭也越來越和樂 這因為有共同的興趣 第二點就是 身體會很健康 你對音樂的敏感度會越來越好 因為一直在 聽音樂嘛 所以節拍可能會比較進步 還有身體的延展性啊 美感都慢慢會 出來這樣子 就真的是收穫良多 這樣子 那何如最後有沒有什麼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嗎 我知道像那個 學肚皮舞的男生 是比較少 除了街舞之外 男生學舞的人也比較少 那你有沒有什麼想要跟其他 跟你差不多年紀 或想要跟其他 男生 想要分享的嗎 就是 鼓勵大家可以來跳舞啊 或是幹嘛的 我覺得跳舞其實是不分性別的 就是如果你跳得好看就是好看 然後跳得開心就是開心嘛 所以而且我跳舞的話也是 也是交到很多的好朋友 所以就希望大家就是一起來學舞 最後 我們在這邊要謝謝老師指導我們跳肚皮舞 也常常讓我們在舞台上表演 豐富我們的舞台經驗 也帶我們出國比賽為國爭光 真的很感謝老師的長期指導與疼愛 感恩 好的我們今天節目差不多就這樣囉 喜歡有興趣的朋友 再麻煩訂閱 五星評分 留言 以及將這個優質的節目分享給你的親友 練舞練習 忍稍微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